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德、各位爱化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宋朝的大文好,苏东坡 非常地喜欢竹 他对于竹的赞叹有加 他认为竹呢,通生是宝 任何个地方都可以非常地去善用它 所以他留下了非常著名的不可居无竹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这样非常有意境的一段话 那自古以来呢 中国的文人对于竹也是情有独钟的 我们翻开试说心语就会发觉 整部的试说心语里面 未尽名士风流 几乎人人爱竹 所以呢,竹子呢 它是非常具有文人思想的一个植物 那我们今天呢,将以中华花艺非常特殊的一个花器 我们称为筒花,也就是用竹筒来插花 所做的一个花艺的作品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就是呢,竹子呢 我们可以把它在竹解跟竹解之间 那各位爱菩萨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竹解跟竹解之间 我们给它开一个光 那用开光的地方用来插花 别迹,非常的别具情运 那这样的一个竹花呢 其实它起源在中国的五代 那五代的艺术皇帝李后祖 当时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 那他就在宫廷的任何一个角落 雕梁异洞,然后亭台楼屑的任何地方 然后插上很多的花 那其中特别喜欢加上竹筒来插座 所以呢,我们说统花起源于五代 这主要就来自李毅的这一段的记载 那竹筒呢,我们在定枝的时候 也就是插花的时候 我们要用纱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些这样的就是树兰的枝杆 那我们有时候把树兰剪下来之后呢 它的枝杆就会留下来 那留下来之后 我们就把这样把它剪下来 就像英文的Y字 或者我们波波莫波的R 那就可以用这样子 把它固定在我们的竹筒里面 好,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剪这样子 这样子 好,把它剪下来 好,那各位阿菩萨就可以发觉 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R字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卡在我们的竹筒的里面 那我今天应该 就是先把它给卡好了 因为怕在卡这个竹筒的时候 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它还是一个 蛮不容易做的一个 就是卡萨 那我们从这个部分就可以感受到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非常的 跟植物之间有美好的一个互动 而且懂得珍惜支援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插画 它主要是以海绵为主 那海绵还是差多的会造成环保的问题 但是我们东方的艺术 我们用剪衫 那剪衫呢 它可以重复的使用 那阿质萨呢 也是来自植物自然的制裁 所以我在里面放上了这个阿质萨 然后呢 放上阿质萨的时候 我就开始可以插花了 好 藉由这个竹筒呢 我继续插做这个椒叶 芭蕉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 其实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梅兰竹菊或松竹梅 然后竹子就是用 当你用竹器来插花的时候 它已经是聚配一种 四君子花中的一种了 然后呢 我用这个胶加上竹 胶竹两个之间呢 来做这样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态 好 那各位阿质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用这个胶叶 这个胶叶加上这个竹 好 那我把它剪下来一支 好 那我的好多的学生都跟我分享说 老师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买一支的这个芭蕉 然后呢插在竹筒里面 然后这个胶呢 它几乎整个月都可以 就可以那一个月 然后只要加上一点点的花 那整个屋子里面就 非常的有清凉意 好 那我刚刚把这一支胶叶剪下来 因为它有一点点重叠 那我试试看 它再到下段的感觉 好 看整个感觉 好不好 好 会不会有一点点太大叶了一点点 那用这个叶子本身是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意境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用它的这个叶子 用其它的叶子呢 比如说我加叶兰呢 它也蛮有味道的 但是就是会有一点就是不同素材的感觉 好 比如说我在这边也加一个叶兰 好 我们试试看整个感觉上比较 哪一个气质感觉上是比较好的 我试一下下 我们试一下下看看 因为有时候插花是可以很多元性的去学习 也多元性的去尝试 那在尝试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找到新的一个灵感或创作的一个 新的一个方法跟元素 好 那我试试看 如果加上这个交液之外呢 因为呢 有时候绿色的植物呢 它在一个空间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安定的力量 现在我们会发觉各式各样的展示会 或者很多的活动 那很多人都会特别的商请这些花艺家 花艺老师们去做一些空间的设计或布置 那这个都是因为植物本身会带给人家一种非常放松 而且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那我就有除了一个芭蕉之外 又加上一个蓝叶 好 那今天呢 这个主花呢 我要用一支比较特殊的花 好 那各位阿普萨可以看到 我手中有一支这个花 那这个我们 这个是从澳洲或者从南非 这一代进口的花 那这个花呢 我们一般在市场里面称它为 我们知道南非的国花是帝王花 那这个我们称它为帝后 帝后 好 然后 因为配合这个芭蕉呢 我就加一个这样大支的一支帝后 但是我的这个阿兹萨里面 已经有一点点的 洞已经有一点点小了 而且各位阿阿普萨可以看到 如果我这一支帝后放进去的话呢 它会 就是枝脚会是上开的 而且枝脚插不进去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折枝 所以我在这边 我先看整个花枝的花龙 然后我知道要这个方向 然后我让它往下 让它往下 好 那我在这边先剪一点点的 大概我要折的地方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再加上铁丝 因为一个网花呢 也是在学插花 一个桶花呢 也是在学插花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因为你怎么样在一个这样子精致的 然后非常小巧的一支桶中呢 那插上很美的花 插上很美的花 那除了插上这些花之外呢 它其实中间是有很多 要很细微的用心 细微的用心 还有你要很好的一个技巧 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桶呢 把它插起来 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 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萨 那个萨呢 它必须是很细致的 然后所有的花材 都必须插在那个阿滋里面 我再加一支 好 我现在把它折枝了 那为什么要把它折枝呢 就是我们在插铜花的时候 那支角最好能够是集中的 集中的 那集中的支角呢 插起来这个桶 我们看起来才会感觉有力量 好 那我把它除了 除了那个之外 我把它上一下 上一下TEP 就是 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把它上了铁丝了 上了铁丝了 好 然后呢 我再把它上一下这个TEP 那我 这个TEP本身呢 它会有一个韧度跟拉力 所以你在放这个 你的这个 你在待会儿在折枝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 就是让这个支材 比较不容易断 那除了不容易断之外 它还有一点吸水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慢慢的把它缠起来 好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就是我把铁丝加上去之后再缠起来 好 那我轻轻的把它靠着 然后把它折一下下 就是要非常的 这个新手合一 新手合一 所以 好 要那个 你知道那个 那个力道用到哪里 才是不会伤到它的 而且 能够把它的角度折出来 就是能够把它 它花容的美折出来 好 那我现在把它 折了一个这样的角度 因为我必须把这一支 花枝呢 整个放到这个 亭口里面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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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里面去 好 我再把它 放一下 好 然后我还要把它 折下来 折下来 折到我腰的一个角度 好 然后我把它放了一下下 好 那我现在把它放了一下下 就会感受到 这个 这一支整个这个 这个质干 它的这个力道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在后段 帮它做一个小小的一个 拉力的一个定制 好 因为最主要是这一朵花 本身实在是 太重了 因为它的头很重 所以 有时候在固定的时候 会稍微的 不是太好 所以我利用后面的一个 立萨 帮它把它做一个 小小的帮忙的一个定制 好 帮它做一个定制 好 那我发觉这片叶子 会有一点点干扰到竹花 所以我把它再側一点点 好 我看一下这个 花形的这个结构 好 那我再把后段 因为这个时间呢 把后段做一点点的修饰 好 那后段呢 我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杜鹃 杜鹃花 杜鹃花 杜鹃的枝叶 做一点点的修饰 就是 把刚刚后段 觉得比较不美的地方 然后应用这个 杜鹃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修饰 好 除了杜鹃以外 我再加一点点薄 好 那我手上的这些薄 因为它太散了 而且都是下段的 所以我把它 我可以把它这样子 整挫的绑在一起集中 绑在一起集中 这也是我们把很多余材 就是有时候我们剩下来 不是太好的花材呢 把它集中起来一起用 这也是必须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平常在 像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分花给我的学生呢 我都希望他们尽量的不要浪费 好 那有些花材本身 条件已经是不是太好了 可是它可以透过你的 这个会心巧手 就是你的用心 跟你的草的那个过程 就是把这些 好像要丢掉 丢到垃圾桶里面的这些花材呢 再重新的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变成可以运用 可以运用 好 那我用这些来做 它的下段的 这个鸡盘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有修饰一下 我刚刚所折枝的地方 好 所折枝的地方 好 然后 我再加一片叶子做它的鸡盘 好 好 那各位阿博莎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水晶火竹叶 然后来衬托我的竹花 好 因为这个鸡盘呢 这个竹花如果有一个鸡盘 把它衬托起来 就会觉得特别的有精神 有精神的感觉 有一些雪花的学生呢 他们的那个敏锐度跟灵性很高 他有时候才第一次第二次上课 然后我就跟他们示范这个 鸡盘的一个运用 他就跟我说老师 鸡盘最主要是不是 让这个花看起来很有精神 所以这个鸡盘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借由它 然后把这个 竹花拖起来 然后就会觉得这盆花呢 这个竹花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就是 它整个花朵的那种生意盎然的感觉 那我在后段呢 因为我们一个桶呢 前面称为前宫 后面称为后宫 那我在这个桶的这个后宫的部分呢 我也加一些枝 那前宫呢 代表一种向阳的感觉 那后宫呢 就是属于比较属英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虽然说不要插很多的花 但是让后宫有一点点 向后伸 微微向后有一些些之材 不要说只有前宫插得很重 好 那我在侧边的地方呢 那我再用一点点的薄 把它做一个小小的空间的一个修饰 好 再把它修饰一下下 好 那我们会发觉整个呢 它都必须要都插在那个阿智萨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示范的那个阿智萨的那个 那个整个空间里面 那我在最后的地方呢 我再给它做一个横格萨 把它卡住 好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这样子剪一下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横格萨 让它有一点点弹性 然后把它整个 整个支角的口把它收起来 好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这样子透过后段看到 我把它的支角这样把它卡住 把它卡住 因为前段已经是几乎都被 都被全部塞满了 好 好 那 就用这个花型 来做一个这样子比较大型的 然后 比较简约的 那 下格筒的一个插花 好 那 除了这个 这个 帝后之外 好 我刚刚介绍了 就没有把这个花给说出来 就是 南非的国花是帝王花 那这个是 比帝王花小一点的 我们称为帝后 那这个花呢 它 虽然看起来 比较 不是很有气质的感觉 因为它很大多 那 但是它呢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很特殊 而且它很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插 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我们也会加上这个 帝后 帝后 然后 今天因为插一个这么大的八角 然后 我觉得配这帝后呢 也是挺 就是挺 特别的 所以我加一个帝后 那 增加整个作品的色彩度上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紫色的 紫色的松丑草 松丑草 所以各位 不知道可以从后段也看到 那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一件作品呢 远观其次 静观其次 就是 你远看 觉得这一段作品 很有气势 而且做得很好 但是 要接近的话 要看它的整个 它的工法 它的手工 还有它的精致度 不要让人家感觉 整件作品的那个 工法不够精致 或者看起来乱糟糟的 那这样都不是一个学花的人 他所应该表现出来的 好 那我在这个侧面呢 加一两朵 这个小朵的 这个松丑草 最主要 也增加一点点 整个作品的趣味 然后也增加一点点色彩 因为这一朵花本身 太大朵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 一点中朵 小朵的花 去搭配它 那我刚刚用了 生三樱了 那除了生三樱之外 我再加一点点这个 收虫草 好 OK 好 那我们 把这个 筒花 给擦好了 好 因为 这个竹筒本身呢 它的高度 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 我们今天 借由 这样很具有 文人气质的 一个竹筒 然后来插作 一个蛮简约的 但是 也很有气势的 一件的作品 好 那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阿阿菩萨可以看到的 我这边有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花器 这个花器是一个六角蓝 六角蓝 然后它的编织工法都非常的精湛 那这个花器呢 它里面有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竹筒 然后在这个竹筒里面呢 我也一样做了一个阿兹的萨 阿兹的萨 那因为防止它这个萨会很容易掉落 尤其是对于很多出唇员的学生来讲 然后还有一个一点不要有这个力萨 这个我们称为阿兹萨 那这个站立的这个我们称为 称为丽萨 那这个丽萨最主要是帮助把它卡住 那有些时候有些人非常反对做这个丽萨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丽萨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为了要卡住这个阿兹萨 然后你很用力一直在卡它 有时候就会把这个竹筒给奔破了 然后这个丽萨有一个优点 它可以让你稳住这个阿兹萨 那你就不会很用力的一直在卡这个萨 因为这样子的话 竹筒本身它很容易被卡被奔破 那如果说没有那个力萨的帮忙的话呢 那它非常难固定 那有时候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就会把那一个就是那一个阿兹萨呢 就给用它就把它卡住了 那还有一个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插的时候呢 这个力萨也可以帮忙我们做一些固定 尤其对于如果你本身不是说去花很很久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师 那是当然没有话说 但是对于有些 像我自己在教学中 有些人她还不是这么的资深 而且她技巧也不能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那这个力萨对她来讲就有一个帮助的功能 就是她可以就是可以帮忙也做一个她十字的固定 那当然固定的方法 对于很多的老师来讲她有很多方法 她可以用筒就是在平底的上 那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力萨的固定很好 就是我可以帮忙我固定我的十字 当然我也可以用横格上 但是我觉得对于初学的人来讲 她有能够让她觉得插花不是一个这么难的 然后为了弄这个花呢 就弄了她好多的时间 或者最后她就放弃了 那我觉得这个力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这个我插了一次这个商路 商路呢 那我再加另外一支的商路 那这个商路呢 我让她很自然的顺势来插座 然后也在这个蓝中呢去感受到一种齐趣 因为我们会发觉现在慢慢有一下要进入 有一下要进入秋天了 那虽然这个时候呢 好像感觉上天气蛮热的 所以有一句话她说呢 万物此消融 那人何耐愿炎热 那那个虚之 就是一时这首诗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呢 人在埋怨天气很热的过程中呢 其实万物在这个太阳的照耀之下呢 都在成熟中 所以我们会发觉呢 在这个商路的这个果实中呢 去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变化 那我把这个商路插上去之后呢 再加一支的这个针殿 那我觉得台湾的那个花卉农业 非常的好 很多这些专家们都很用心的去 为我们这些爱花的人呢 找出很多很好的花财 不管是来自全世界 澳洲啦 纽西兰啦 甚至是荷兰啦 或者是非洲啦 日本啦 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国家 他都会为我们找出很多的花财 那尤其是在台湾天气很热的时候 那这些很美丽的花财呢 来自全世界 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很多生活上的一种享受跟品味 那我现在也是要把所有的花财 都插在这个阿滋里面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点点慢工的 慢工的 然后要一点点精致的 然后 一些特别有禅境简约的作品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插做一些很标准的 而且具有比较特殊情境的一些花艺的作品 那我在后端呢 再加一片叶子 让它前段后段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这个 都有一个叶子 可以做它的前后的这个鸡盘的感觉 那同样的 我也是帮它做一个横格的立杀 横格杀 各位阿姆萨可以看到 我插完一件作品之后 我还是再给它加一个横格杀 把它卡过去 让整个肢脚它是收起来的 那这个横它本身是很精致的 那但是呢 你可以插很简单的一种插画的方式 那我今天采用的方式是稍微 让它丰富一点点的一个 花艺的一个创作 那待会儿呢 我们把这两个桶跟蓝结合 可以单独放 也可以分开放的一个 花艺的一个展现 那怨慈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隆天 虎勋众生 共祿佛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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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可爱 欸 生互 就是 阿弥陀佛 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